沈阳的风味小吃很多 而且都历史悠久制作精细 传统的沈阳八大小吃一般是指 老边饺子 李莲贵熏肉大饼 杨家钓卤饼 沈阳回头 马家烧麦 老山寄海城馅饼 奈家馆白肉血肠和西塔大冷面 今天说说西塔大冷面 西塔大冷面的来历 说来话长 1931年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 日本从其殖民地朝鲜半岛 强行征兆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这些朝鲜族人的居住场所 一部分选在了西塔附近 这便是沈阳西塔地区 成为朝鲜族聚居区的原因所在 1949年 沈阳政府成立了朝鲜族人消费合作社 并于1952年正式成立 经营朝鲜族民族食品的朝鲜大食堂 饭店成立之初 店面只有20平方米 摆放8张桌椅 只是一个小吃铺的规模 由于其采取传统的朝鲜族手工制作工艺 冷面 打糕 拌菜等极具朝鲜族特色的食品 受到了群众欢迎 很快朝鲜族大食堂声名雀起 改革开放以来 朝鲜族大食堂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八十年代 西塔大冷面火到什么程度 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一排平房 经常是人满为患 一开门 食客们就蜂拥而至 狭小的屋内 挤挤插插坐满了人 甚至有些客人直接端着碗站在门口吃 1995年 朝鲜族饭店平房餐厅洞签 搬进了在原址新建的楼房 两层营业大厅 面积增加了数倍 接待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顾客群体依旧庞大 几十张餐桌依然是满满当当 等座 站着吃面滴现象十分普遍 在沈阳 提起西塔大冷面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西塔大冷面采取现压现吃的做法 确保面条新鲜 严格精选的面粉 重复多次的反复压制 保证了冷面色则光亮 光滑劲道 沸水煮熟后 即刻投入冷水中过凉 保证面条口感劲道不沾黏 做好的冷面色则金黄透明 晶莹剔透 而且经过一紧一松 一热一冷的淬炼 任性发挥到极致 入口之后冰凉柔爽 软淡细腻 十分美味 面是冷面的基础 汤是冷面的灵魂 西塔大冷面的底汤 是密制牛肉汤 牛肉汤的清语浊 是检验汤头 是否正宗的密集之一 调制好的汤料 要进行适当的冷却和冰镇 为了更爽 有些时候 还要在底汤里加入冰块 涂个冰冰凉 透心凉 好面 好汤 还成就不了一碗完美的冷面 辣椒油和调味酱 是冷面最重要的伴侣 西塔大冷面的辣椒酱 是不传之秘 对味道和品质的苛求 才是它火了60多年的关键 2010年 西塔大冷面被商务部评为中华老字号 2017年又认定为 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塔大冷面已经成为沈阳的一个符号